独立于美军 欧盟组建联军围欧胡塞武装 西方从未如此撕裂 就在美英以胡塞武装相互伤害的当下 欧盟国家一直为下场参与美军组织的繁荣卫士行动 这被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或者是不好理解 西方国家似乎从来就没有如此撕裂过 不过当有一天欧盟宣布也要组织军事力量加入维欧胡塞武装的行动之后 美国人似乎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弱小的欧盟舰队选择了独立行动 据欧洲外交官表示 欧盟成员国已经初步的支持一项海军的任务 以保护通过红海的船只免受胡塞武装的袭击 欧盟的目标是最时在2月19日之前 建立起一支独立的舰队 并快速投入运营 对欧盟国家来说 此前一直对加入美国支持的多边军事行动持保留态度 或者说对接受美军的指挥表示不满 欧盟外交官指白德老师 问题始终是指挥业控制 如果是在欧盟北约的框架内 那么每个国家都有可能对其行动保持政治控制 而一旦加入了繁荣卫士行动 那么框架国家就很可能会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 而美国之所以不在北约的框架内展开行动 主要的主力是来自于土耳其和其他对以色列不满的国家 还有法国这样的对美国中东政策不认可 而且更愿意推动欧盟防务自主的国家 欧盟与亚洲的大部分贸易都通过鸿海和苏伊士运河过境 越来越多的航运公司改道好望角 可以说美国在鸿海进行的军事行动 不但未能解决鸿海危机 反而有可能升级危机 更大的受害者正是欧盟和亚洲国家 三名欧洲的外交官表示这项任务最初将会看到 三艘由欧盟指挥的船只 法伊德三国各出一艘护卫舰 据称法国和意大利已经在该地区部署了军舰 而德国将首次做出贡献 外交官们说该任务将由欧盟资助 然后各国可以轮换舰支 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做出贡献 这些舰支除了进行巡逻以外 还需要准确的定义交战规则 这也意味着欧盟舰队也将对胡塞武装展开作战 但是其行为方式有别于美国和英国 更大的可能是欧盟的军舰只进行防御作战 这些欧盟外交官表示 法国护卫舰狼格多克号 已经使用导弹击落了位于红海上空的 胡塞武装的无人机 欧盟代表团将批准这一点 如果军事行动更进一步 欧盟舰队还计划登船检查伊朗 以野门之间的武装运输船 现在的问题是 欧盟独自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行动 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西方世界撕裂 以团结共存 如果说西方在展示团结 那么美国和欧盟国家 都想把胡塞武装搞死 都反对破坏红海航运 但是欧盟独自下场 而且其交战的规则仅限于防御 这就有别于美英发动的侵略性的打击行动 很明显欧盟是真正想解决 红海航运安全 而美国更像是在通过武力打击行动 来嗅肌肉 这也充分证明了一点 红海航运安全对欧盟和美国而言 利益诉求并不相同 对美国来说 红海航线就算被长期破坏 其经济损失也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压根就不怕 以胡塞武装把事搞大 而对欧盟来说 更重要的是采取一种 能够让胡塞武装有退路的方案 毕竟红海航线的受阻 一旦长期化 真正的受害者 正是欧盟和亚洲国家 当然对于想推动欧盟防务独立的法国 以及那些不认可美国 对加沙战争态度的欧盟国家来说 通过独立的军事行动 也能表达自己的不满 由于对加沙战争问题 存在了很大的风起 因此欧盟与美国 在红海航线保卫战上 开始独立采取军事行动了 这对于当今的世界战略格局而言 就是一件大事 其实中国在维护红海航线的问题上 完全可以进一步加强 与欧盟的合作 这一点同样意义重大